中国大陆在经济上是不是出现了新的隐忧呢 12月1号 北京财新传媒他们公布了 中国大陆11月制造业的PMIR是49.9 低于路透社所预期的50.5 还有呢10月份的这个50.6 那创下了三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反映的是制造业的复苏进程是放缓的 我想请委员帮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是这个是算 您的观察是说是短期现象的 还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在往下 不 你说限电是短期的吗 因为限电当然会造成有一些产量会受限 那有一些订单就不接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疫情要求驱离 要清零 所以就造成塞港 因为外国的船只就要排队 那船员它隔离时间很长 有时候长到好几周 然后外国船员要轮换也不行 那我所知道的是欧洲最大的游轮公司 那个Euronet 它就因为这样要夺好六百万美元 然后比如说后备船 既然要租借那也是大涨 所以这两个因素 我觉得是互相作用 就是它也考虑到它的订单的价格不是很好 所以也想要透过这个减量的过程当中来提高 它的整个生产的品质 那也希望能够把价格弄高 所以我觉得减量不一定对经济不好 那重点是那个结构调整 可是那个疫情要求强制性要清零 造成了海港阻塞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可以这样解读是说 这个算短期或者说 不是短期是应该要看 因为我不知道疫情会拖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那事实上我觉得中国内部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互联网 他对那个反垄断 那还有比如说 还有P2P 确实有一些人失业 所以李克强最近就提出三册 他就说要对中小企业要复资 中小企业的融资的问题 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那还有职业培训 因为很多人失业都是服务业的 而且都是电商 那他们可能在网路 不一定能够找到那么多的工作 那可能就必须要有职业培训 所以我觉得最终 这个共产党还是比较重视就业 就就业才能够维稳 那至于产业的调整 我觉得可以把时间拉长来看 我刚刚提到说李克强 他就是在主持这个国产会的时候 提到这个三册 然后他是说 为了要维持中国大陆的经济稳定发展 那针对哪三册 保障中小企业 第一个 第二农民工的生计 这个要保障 还有职业培训 这三个是重点 不过这个三铁药方的成效 请廖老师先帮我们听估一下 你要讲成效当然不晓得 因为他是刚开始 目前先提出来 对刚才我呼应一下 刚才郑亮熊讲的 我想同意 你看之前本来也有报道讲 大陆的这个不平均是中型企业 中大型企业优于小型企业 它就发展上 就是中小企业基本上拿不到钱 融资没有钱 它基本上发展是比较慢 不平衡的情况 那你中小企业中却比较多 对不对 好 那我怎么样发展中小企业 那么农民工的生计 或者这个职业的培训 这个对象来讲就是 他非常 因为太多失业的人 这整个社会是不安定的 所以他算是抓到一些点 但是问题是点能不能够 真的解决这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也看到说 李克强 特别大陆很多人强调 就是高级 高技能人才的培训 高技能人才的培训 那这个职业培训 是把这服务业帮你找到工作什么样 在大陆上本来过去 一直想到这个服务业叫做高端 就价值链 要往价值链的上面走 更高端的一个服务业 那现在可能就看起来 就没有看到这些 可能是先维稳比较重要 不然像更高端的 就是说你的 往价值链上面更高的这个服务业 那可能需要不是简单的培训 你可能更有系统的 一个怎么样的国内的人力资源的一个 国内的人力资源的一个转换 这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其中有一个这个 照顾农民工生计这部分 是说要培训农民工 大概有3000万人次以上 对 这么多 这个就不晓得真的落地 目前是目标 我举例的 比如说现在因为房地产要整顿 那本来城市很多地方在盖房子 那可能都是农民工在做 那他们现在要回乡 那怎么办 因为房地产确实因为比较冷却了 那就工人就不见了 那你总要帮他找事 创造一个就业的机会 对不对 不过这个经济问题方面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 叫杨伟明 杨伟明指出 今年中国的经济走势有三个特点 分别是三大产业均衡恢复 内需稳步的恢复 还有外需增长很快 这是第二个 第三就是物价就业收入稳定 然后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 那特别提到 可是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 你说它恢复的话呢 它并不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 包括外需优于内需 上游产业优于下游 中大型的企业优于小型跟微型的企业 所以是有结构性的问题 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哪些 我想他们讲结构性问题有几个 就刚刚其实委员他们都谈到 第一个 那中国大陆由于疫情这个问题 始终无法完全的 遗予所谓的清除 而且他又坚持所谓的清零这样一个防疫 因此他就会有关于 对于人民之间的旅游跟消费跟服务业 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跟限制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 再有关于节能减排 再有关于包括什么 包括缺煤缺电这个问题上 一定对制造业一定的GDP 会产生很明显的影响 那当然就是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很多的后续性效应 第三个就委员当然谈到的 就大陆方面最近两个政策 一个是针对房地产的问题 一个是针对双减的问题 这是补教育的问题 那这两个问题 大陆方面本身在做内部的 这样一个整顿过程当中 因此让很多的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它是很多什么 很多地方经济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主要的火抽头 那像这样一个补教业 跟所谓相关的一些 现在补教业者很多 基本上来讲 他不能资本化 快要跟什么 快要跟所谓黑帮 是一样的下场跟命运的 所以这种过程当中 当然会演化很多的问题 有这么严重 对基本上很多 很多地方是把补教业 跟黑帮是一起来打击的嘛 因为他有时候一刀切下来嘛 所以再加上很多的环垄断 很多的措施 我们看到 全大陆方面以前创造很多的 包括GDP的主要来源 不管你从阿里巴巴也好 到达什么 到达京东 到达美团 到达滴滴出行 到达所谓腾讯 基本上每一个人 多少少都已经中标了 所以这些问题是 中国大陆在面对 外游美中贸易战 内部在所谓 反垄断跟双减 这整个政策下 因此这个阵痛过程当中 他就必须要什么 他就必须要 予以什么重视跟克服的嘛 所以我相信说 理论上有关于像保就业 以及明年包括抗通膨 以及扩大内需 这三方面应该还是 主要他的一些重点啦 老师您看保得了6吗 目前来看还很难说 虽然国际上都比较 比较从保留的看法 但是关键在于说 中国大陆本身 也不在强调保留的 现在都只有 所谓学者在强调保留 包括林毅夫啦 这些人在强调保留 中国大陆基本上官方 他们从来不会去 强调这个保留 那我们可以看说 现在马上就即将召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嘛 那经济工作会议 就会针对今年的经贸 经济做个总结 而且对明年什么 对明年所有总体经济 会做出一个基本的基调嘛 是 刚刚讲到这三策 希望能够来稳定 中国大陆内部的经济 其实美国内部 同样也面临了经济问题 Ross 也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美国的问题是 一直不管谁当总统 小布希 欧巴马 Trump 现在拜登 都一直说也希望 manufacturing 这个执照 是可以从国外回来美国 做不到 到目前为止都做不到 虽然可以说欧巴马 或Trump 有一点点的存活 但是这个还是 竞选的时候 当总统的时候 不管是谁 一直在讲 然后拜登他说 要通过我这个 这个公共检设 这个设设计的预算案 通过了他已经签署了 但是会有实质的成果 或会不会把制造业回美国 这个要很长时间才会知道 而且他说法现在是 换到他这个社会负利案 有这个社会负利案 有这个预算 那我们就可以稳定经济 我可以做 制造业可以回来等等 所以这个真的是 美国很大的挑战 因为一直找不到 一个解决的方案 然后虽然越来越多 政治人物在关心 不管是民主党 共和党 他们也愿意花更多钱 帮帮制造业回来美国 各式各样的配套措施 而且因为疫情 尤其是这个供应链断掉 不管是医疗产品 或其他产品 都在关心这个议题 但是其他的国家 不管是莫西哥 中国 大陆 东南亚 在制造还是有他们的优势 然后还看不出美国 真的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波克斯对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讲 其实除了对外 现在面对中美的角力之外 其实对内 在国内的经济 这个也是他们非常要去 立刻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不过委员继续来帮我们 来观察一个 就是南华早报 他们揭露中国大陆 明年经济会面临的五大困境 特别就预测了 五只灰犀牛了 房地产去杠杆化电力危机 清零防疫政策成本攀升 还有美中贸易战 导致这个失业人口增加 青年的失业率有20% 这是预估 那这五只灰犀牛 请先帮我们看一下 大陆的话 他们的对策 看得出来有 我灰犀牛的意思就是 长期存在着重大问题 对 你也不可能一年就解决了 黑天鹅是短期危机 那灰犀牛就是 长期难解的大议题 坦白讲没有一个议题是好解的 比如说你恒大 最近小外在2.6亿又出跳票 虽然很小 大概只占1%不到 可是就是发生了 那其他的房地产 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青年就业 20%就跟我们刚刚讨论的 是相关的 就业的方面 对啊 就是你 农民工也是青年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中小企业 如果他能够增加雇佣就可以化解 对 可是电力危机我认为非常难解 因为这个牵涉到 你搞要搞气候变迁 坦白讲这全世界都一样 就你必然要提高环保标准 实际上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 我看到冷汗直流 哪一份 美国调查了400家投资机构 结果愿意投资石油跟天然气的 只有一家 哪一家 就是没有人愿意投资石油跟天然气 对啊 认为这个就是违逆 气候变迁以后会亏钱嘛 所以你就会导致石油跟天然气 未来一定供给不足嘛 那你要转绿能 那对不起钱就要加 一定会涨价嘛 那是有这么多钱吗 没有 所以你电价就是要涨嘛 那另外比如说粮食 它甚至影响到粮食啊 比如说本来种玉米的 玉米现在不要做粮食 拿去做生物燃料 做成乙醇啊 美国有40%的玉米现在改做乙醇 因为这个比较 价钱比较贵嘛 所以你光是去想这个问题 那粮食也必然涨价 因为粮食供应也会开始不足 所以我觉得是 你为了因应气候变迁 所导致的能源 跟粮食的涨价 这个恐怕是最大的灰犀牛 而且能源其实真的很难解 不过同样 两难嘛 就是两难嘛 你现在没有电你要发煤啊 大家要搞不好挖煤啊 气候变迁又来了 对对对对对 你要烧石油 你看照理说用绿能又什么 那为什么是石油价不断的涨 因为大家又抢石油嘛 我们根本借不掉石油嘛 所以他就承诺了这2060年啊 这怎么样的清零啊 要占中和 各国都面临这个问题 这个是个矛盾的问题 持续我们会跟着大家一起来关注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环宇全世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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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